本节可为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头条电解说赚钱吗 这个答案呢肯定是赚钱的 我们知道36行行行出状然 不管你做哪一行 不管你做哪一个领域 只要你是这个领域的一个顶尖 只要你是这个领域的一个number one 你就可以来赚到钱 至于这个赚多少钱呢 关键是看你怎么做 其实呢只要你掌握正确的方法 加输出足够优质的内容 就会获得头条更多的推荐量 从而会有更多的观看者 点击观看你的视频 视频有了播放量 自然就会产生广告收益 好我们来看一下电影解说 是靠什么赚钱的 它的盈利模式是什么 如果我们把整个自媒体平台 看作一个大的生态系统的话 在这个系统里面呢 它有四个参与者 一个呢是自媒体平台方 另外一个呢是自媒体作者 还有一个呢是读者用作 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商家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呢就是一个自媒体作者 我们为这个自媒体平台呢 创作有价值的内容 就可以获得收益和粉丝 好了这个收益是怎么来的呢 当我们为这个平台提供 有价值的内容以后 就会有很多这个读者用处 去观看我们的内容是吧 当我们不断的为这个自媒体平台 创作有价值的内容 这时候呢 就会吸引更多的这个读者用处 去加入这个自媒体平台 是吧 这时候呢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 读者用处 每天呢都会停留在这个自媒体平台 这时候呢人在哪里 哪里呢就有商机 这时候呢商家 就会在这个平台里面来投广告 这个商家在这个自媒体平台 比如说投销平台 投换广告的话 他要不要支付这个广告费用给这个自媒体平台呢 当然是需要的 好当这个商家支付了这个广告费用 给这个自媒体平台投换广告的时候 这时候呢这个自媒体平台呢 就会从这个商家支付的这个广告费用里面 拿一部分啊 把它来作为提成 发放给这些优质的自媒体创作者 这时候呢 这些自媒体创作者呢 就会有更多的动力 去创作更多有价值的内容啊 从而来产生这个损缓啊 使得更多的读者用户来加入到这个自媒体平台 这时候呢 这个自媒体平台呢 就会在这些啊 内容里面 比如说视频里面 或者是投文里面 插入这个商家投放的这个广告 然后呢 把它推送给这些读者用户啊 当这些读者用户呢 看到这个广告以后 就会产生一个线上 以及线下的购买 当这些读者用户购买了这个商品以后呢 这个商家就可以来获得利润 当这些商家获得利润啊 就会赚到更多的钱啊 当他赚到了更多的钱啊 他就觉得这个投条平台投放广告的效果呢 不错啊 这时候呢 他会支付更多的广告费用呢 给这个投条自媒体平台 然后呢 投条自媒体平台呢 就会有更多的这个钱啊 分发给这个自媒体创作者啊 然后自媒体创作者呢 就会创作出更多有价值的内容啊 给这个自媒体平台 这样呢 以此损返啊 就产生了一个生态链 这个呢 就是电解说的一个赚钱的这个模式啊 也就是他的一个盈利模式 主要呢 是以这个广告作为盈利 当然了 这个自媒体平台呢 它是一个生态系统 它还有很多这个变现的方式 像这个电解说呢 它主要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变现方式啊 就是靠这个广告进行盈利 好 我们来看一下自媒体平台为什么会给你发钱啊 这个当然了 不是做慈善了 平台呢 需要自媒体人创造吸引用户的内容 而用户越多 平台广告收入也就越高 自媒体平台只是将广告费的很小一部分作为工资 发给自媒体作者啊 内容越受读者喜欢 用户活跃度越高 工资也就越高啊 这个相信大家能够理解是吧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很多人问的一个问题 现在做自媒体还有出路吗 这个我们知道了 80年代摆地堂就能挣钱 90年代买股票就能发财 00年到10年 只要你开淘宝店铺就能赚钱 现在的风口呢 就是自媒体短视频 你准备好了吗 就像当年很多人开始做这个淘宝店的时候 可能呢 有很多人默默地赚了很多钱 但是呢 还有很多人在问 现在开淘宝店还来得及吗 现在开淘宝店还能赚钱吗 其实呢 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呢 也是一样的 很多人会问 现在做自媒体还能赚钱吗 现在做自媒体还有出路吗 其实呢 都是有出路的 这个能不能挣钱呢 关键是看你有没有掌握这个正确的方法 你有没有这个执行力 然后呢 你有没有去坚持 其实做自媒体也是一样的 它跟当年呢 做淘宝一样 很多人呢 没有赚到钱 但是也有很多人呢 发了大财 这些人为什么会发大财呢 第一呢 他们抓住了这个时代 第二呢 他们掌握了正确的方法 然后第三个呢 他们坚持下来了 然后第四个呢 就是他们付出了大量的行动 他们有时候想挣到钱呢 不是光想不做 因为做一件事情 你光去想的话 是产生不了结果的 我们一定要行动起来 然后在行动中呢 再去总结你的一些错误 这样呢 才能成长 然后呢 才能进步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恩大力的收看 咱们下一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